兩台車撞在一塊 駕駛紛紛下車查看 前方保姆車駕駛忙著打電話報警 但這時肇事車主 卻悄悄摸上車 意外又來了 一個倒車 後方駕駛再度加速衝撞 一旁白衣男看傻了 怎麼電話打到一半 對方又撞過來 這才立刻衝上前 幫對方熄火 車禍地點就在北遜南港路 和東興街口 招式駕駛工程 第一次追撞是因為吃了感冒藥 謊神想睡覺 第二次爆衝 則是因為要倒車查看車損 沒想到卻入錯檔 又誤踩油門 導致車損更嚴重 這回遭狀的黑色休旅車 有行動豪宅之稱 專為商用人士設計 新車入手價最低372萬元 這回兩度被撞 專家預估車尾保險桿回損 維修費大約五萬元起跳 如今停個紅燈也遭殃 不只駕駛心痛 肇事的休旅車車主 這下恐怕賠很大 下期新聞顧遠松有淘汰報導